我们对电梯的所有恐怖想象在这部影片中基本上都展现出来 一群印堂发黑的人涌入电梯 电梯像打了鸡血似的过站不停疯狂的窜了上去 意识到要出事的乘客开始大声的呼救 其中一些人吓得尿了裤子 电梯的地板突然裂开了 惊慌失措的乘客纷纷掉了下去 由于冲劲太大 电梯钻出楼顶才停了下来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杀人电梯 位于纽约的千禧年大厦共有102层 内部配有73台电梯 这些电梯每天服务者成千上万的客人 这天晚上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 一个炸雷过后 其中的一部电梯出毛病了 光当一下差点把小保安的手电筒给夹断 男主和大壮是电梯公司的维修人员 两人曾是一个站好的战友 大壮之前的搭档出车祸离奇死亡之后 大壮把男主介绍到了电梯公司 成为了自己的新搭档 一帮孕妇上完课之后 乘特快电梯下楼 几个女人正在交流心得的时候 这部经常出故障的电梯又开始作妖了 不仅急速下降 而且突然停在了半道 电话打不通报警器也不响 他们彻底跟外界断了联系了 发现情况异常之后 后勤部派两名维修人员敲往查看 但电梯门死活是打不开啊 电梯里的空气越来越少 孕妇们严处着就要撑不住了 其中两位大姐干脆直接把孩子生了出来 节省了一大笔的费用 街道通知的男主和搭档大壮很快赶到了大厦 但两人里里外外捣鼓了半天 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染了一头绿毛的盲人大叔牵着狗走进电梯 准备下楼回家吃饭 但电梯不降反升 直接把盲人大叔带到了91楼 由于眼睛看不见 盲人大叔也搞不清楚状况 只好换到了中间的那部电梯 不怀好意的电梯打开门 盲人大叔和他的导盲犬直接又掉了下去 到了后半夜 那部特快电梯又开始作妖了 两名夜间值班保安前去查看情况 这哥俩以为有窃贼闯入 一个个如临大敌 电梯呼上呼下 可怕这根会折腾的勾呛 两个人累得正倒气的时候 电梯门突然打开了 但是电梯叫箱并没有出现 其中一保安正伸着头瞎悬磨的时候 突然就被电梯门给死死的夹住了 紧接着叫箱从上面就下来了 直接就把这哥们的头给切掉 盲人大叔和保安的死 搞得大厦的竹果们焦头烂 为了搞到盲人大叔坠楼和保安被斩首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记者的女主打算从男主身上下手 男主知道这些记者为了新闻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因此只是跟女主随便开了几句关于电梯的玩笑 男主和搭档大壮再次对电梯进行了检查 但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不过男主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 尤其是盲人大叔带着导盲犬一起坠楼这件事 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大壮劝他别多管闲事 因为对电梯公司来说 如果要检查整个电梯景 那将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转过天男主来到公司 没想到他跟女主开的关于电梯的玩笑 居然被女主登上了报纸 而且还添油加醋把电梯公司给调侃了一番 公司老板气得把男主交到办公室 皮头盖脸的臭骂了一顿 男主通过同事酱油小哥了解到 过去跟大壮一起修电梯的搭档 死于一场离奇的车祸 而就在车祸发生之前 大壮和搭档刚刚在千禧大厦维修过电梯 两名玩轮滑的年轻人 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穿梭 之后他们很快便闯进了千禧大厦的低下车库 其中一哥们摔倒在了电梯门口 然后就被电梯给吸了进去 这哥们被电梯送到86楼之后 直接冲破玻璃掉了下去 得知消息的男主急忙开车来到了千禧大厦 看到警长正在接受记者的提问 但警长也不明白 龙滑小哥是怎么冲破12毫米的钢滑玻璃掉下去的 大厦里有一个幼儿园 小田田独自一个人来到了电梯门口 电梯试图引诱小田田进入圈套 但小田田冰雪聪明并没有上当 本来不信邪的大厦总管 这心里也开始七上八下了 他宁可带着客人爬楼梯 也没敢乘电梯上楼 男主找来电梯的资料 正在家里研究的时候 女主突然不信自来了 并且还带来了一盘出事时的监控录像资料 两人从视频上发现 龙滑小哥从地下车库进电梯 到86层只用了短短的两秒钟 如果按正常的时间 电梯上到86层至少需要40秒 这明显是不科学 两人开车去找男主的搭档大壮 男主希望大壮能看看这个视频 从而找出电梯的问题 但大壮似乎有难言之隐 劝男主别再趟这个浑水了 女主认为电梯很可能闹鬼 因为迁徙大厦的位置 在17世纪时是印第安人的墓地 男主和女主经过分析 把目光集中在了设计电梯的教授的身上 教授的专业是生物医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之前一直在为一家跟军方有联系的公司工作 主要是设计导弹和计算机系统 后来这家公司破产了 原因是教授研发的一种生物芯片 出现了重大事故 这种芯片被安装在计算机里之后 居然产生了自主意识 并且可以进行自我复制 公司破产之后 这种芯片也神奇般的消失 转过天 大厦的总管提着工人包乘电梯 准备上班的时候 男主的搭档大壮的尸体 突然从上面掉了下来 这下可好 警方直接把这几起电梯事故的责任 全都推到了大壮的身上 认为大壮是一个利用电梯杀人的变态杀人狂 男主认为大壮肯定是参与了这件事 他的死只不过成了有些人的踢醉羊 联想起大壮过去的那个搭档离奇死亡的事情 男主和女主来到了大壮过去那个搭档的家里 搭档的老婆告诉男主 自己的老公当年并不是住车破死的 而是跟大壮的情形差不多 都是死在了电梯里 这位寡妇说话神道道的 说自己的老公是被谋杀的 所有的知情人都将会被干掉 转过天 一些吃瓜的群众进入了电梯 这部特快电梯并没有在预定的楼层停下 而是风时电车的向楼顶冲了上去 惊慌失措的乘客们开始尖叫和呼救 紧急着电梯的地板打开了 乘客们猝不及防 一个个劈里啪啦全掉下去 由于实在没有上升空间了 电梯终于冲破楼顶停了下来 这起恶性的电梯事故 直接导致了总统出来讲话 白宫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恐怖袭击 政府已经把FBI和警察全都撒了出去 千禧年大厦暂停营业 直到抓住恐怖分子为止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教授为了继续自己的研究 联合电梯公司的老板 把生物芯片安装在了电梯里 但这种芯片很快就有了自主意识 并且利用电梯对人类展开了杀戮 本来电梯公司的老板 想着能在实验成功后分一杯羹 但没想到事态失去了控制 电梯公司老板要求教授 马上把生物芯片给解决掉 不然他就解决到教授 千禧年大厦被封锁之后 军警很快展开了行动 男主和女主为了查出真相 冒充电梯公司人员打算进入大厦 可没想到被警察给识破了 男主藏在车的下边溜进了大厦 女主则被关进了小黑屋 男主来到电梯的主机房 打开电源 然后跳进了电梯井 他顺着楼层逐一向上插着 终于发现了已经成了精的生物芯片 为了摧毁这个怪物 男主趁机拿到了军警的一个火箭筒 但是当他准备发射的时候 被赶来的教授也拦住了 这玩意可是教授毕生的心血 他绝不允许男主将其毁掉 眼瞅着男主要被教授给干掉 女主及时出现把教授给控制 教授狗急跳墙准备来个鱼子王婆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教授被自己研发的生物芯片 拖进了电梯井 男主则趁这个机会一炮将其轰掉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堂尸压经的 电梯虽然空间小 各种乱象真不少 文明成题要自觉 你好我好他也好